来自各界满满爱兴 新北市长侯佑仪视察三重社福中心物资整备 疫情严峻民众减少外出购物 加倍关怀弱势给予协助 忧心皆有成为防疫破口 但双北地区已做好准备 针对街友造册 社工也会进行夜访 协助量体温赠送防疫物资 并且劝导街友入住机构 来获得妥善的管理及照顾 目前我们如果常设的这个床位大概是有124个左右 那另外就会因应这个疫情或者是这个灾害 我们会加开临时收容的这个床位 目前就我知道大概是八成多 也有民间团体提出是否将接有纳入公费疫苗接种对象 来降低社区感染风险 专家这么认为 疫苗还有待讨论 但未求全面防堵疫情 民间单位也大力配合 收容机构落实环境清销 也提前发放干粮物资 暂停供餐减少群聚 锁紧每颗螺丝从基层开始巩固防护网 大约新闻线上李建宽 台北报道